我看到大家整齊的制服, 一个严肃的态度, 就是来纪念我们五四青年带出来的精神, 去纪念我们五四青年节, 一帮青年感作感为的斗争精神。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年都会在定期举办我们的活动, 去传承我们五四青年节精神意义, 希望你们可以帮忙我们国家, 高举我们爱国爱港的旗帜, 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。 大家都知道五四青年节是我们中国1999年的时候, 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事, 时至今日我们去纪念一种精神, 作为年轻人更加要认识国家, 去表达我们对国家的经验。 虽然今天天气都很热, 但在比赛过程中, 我作为一个评审之一, 看到这么多同学都很认真、 很努力、很专注的比赛。 大家可以透过这类活动, 增加大家中国国民身份的认同, 同时也都见到大家对中华文化那种热爱。 能够见证你们精心准备的成果,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 各位同学, 你们今天的表现很出色。 你们的团结协作《精神饱满》 再次展现了我们学校学生的优秀质量。 我也希望你们能带着其他同学 一起来参加中式的升级训练, 让更多的人明白国旗、国歌对我们的重要性。 这一次比赛不单单是一次展现我们青年才华的舞台。 我要衷心的感谢所有参与这一次比赛的同学, 和我们的指导老师。 你们的努力和付出, 令到我们的比赛更加精彩。 都要特别感谢这一次我们的主办单位, 我们的赞助单位, 和我们的指导单位, 所有的工作人员。 因为是有你们精心的策划和筹备, 才可以令到这一次比赛是圆满的成功。 是他的很多东西。 其实对我们的支持币、 还有我们的支持点赚。 我觉得是我们来说t48欧米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